再來的話我們就是做完這個 這個剛剛的Sup 第一個 這個是第一個 清除的Sup 就在這裡 OK 所以它的關係一定是這樣 就是 它的關係一定是 這個 這個按鈕呢 基本上它一定是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 Visual Basic 裡面的模組 我是放在 Module 2 啦 當然以後你可以放在 Module 1 裡面 應該也是可以啦 這個 Sub 它頭一定是 Sub 尾巴一定 End Sub 所以這個的話對應的話就是這個 那這一個的話基本上就是在上面 就這一個 所以你把它寫完之後對應過來 原則上大概就這樣使用 所以以後記得 要撰寫程式的時候 第一步一定要先開一個模組 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有你就接著繼續寫就可以 那再來的話最後我還要再寫一個 最後這個按鈕叫刮弧自串 那這個刮弧自串 有別於前面那個刮弧自串底線公式 你會發現呢 輸出的話 它的結果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它的那個 你只要把游標放在儲存格上 你會發現上面會出現什麼 一連串的公式 OK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基本上呢 利用VBA的話 基本上沒有用VBA裡面太多公式 就是很簡單 我只是把一個公式丟出去 放在那個儲存格讓它被執行 但實際上這個缺點 什麼缺點呢 就是將來你的資料會越來越龐大 你會發現其實裡面是空的 但是儲存裡面會有一串的東西 所以我想要改成什麼了 假設另外一種寫法是 我先在VBA裡面處理完之後 再把最後的結果 輸出到指定的儲存格裡面去 OK 當然這個方法難度就會比較高一些些 那這個怎麼做 我先把那個最後完成的那個 程式 秀給各位看一下 就這一串 相對的話 這個程式複雜度會比較高一些 那裡面的話呢 一樣會需要跑個回圈 那兩個變數 一個A一個B 那第一個A的話呢 是找前刮弧 B的話是找後刮弧的位置 然後呢 再把 前刮弧跟後刮弧的位置資料 切出來之後 輸出 到指定的儲存格 OK 其實程式不多啦 但是 有它的複雜度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程式怎麼寫 首先第一個的話 一樣喔 我就寫一個SUG 所以喔 我剛剛講 這個按鈕對應到這個SUG 所以我就用SUG 空一格 刮弧自串 然後在下方喔 就是直接SUG 刮弧 Enter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 它會自動產生什麼 請 這個 小刮弧跟Enter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在這裡面做一些事 做什麼 當然第一個啦 我們 第一個 其實不是利用公式做輸出結果 而是先取得前刮弧的位置 那不過跟各位講一下喔 就是說 Excel裡面的函數喔 跟那個VBA裡面的函數喔 其實是兩回事喔 在Excel裡面用Find Find是尋找 但是呢特別是喔 如果你要用VBA裡面喔 這個是VBA裡面喔 它沒有Find函數 但是它另外有一個函數 蠻接近Find的 叫 INSTR 其實實際上就是 在 印嘛 在這個字串裡面幫我尋找 另外的話呢 它找的 參數順序喔 Find的話是 先提供給它 要找 什麼樣字串 在哪裡找 那INSTR剛好顛倒 所以其實喔 我們可以喔 假設啦 這個地方 VBA裡面如果我希望呢 幫我把找到的 錢瓜弧位置 先放在哪裡呢 先放A的話喔 那我寫的話 A等於 後面的話 你可以喔 打一個INSTR 或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打VBA 點 那你會發現呢 VBA點喔 好處就是說呢 它會自己帶出喔 在 VBA裡面 它有的所有函數 那你會發現啦 裡面就有一個INSTR 而且還有什麼INSTR B啦 INSTR REVERSE 這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 那當然了 你如果有時間的話喔 你可以 去找一些相關 VBA的相關的 函數說明 它每一個盡量如果你都會用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做很多的變化喔 好INSTR 另外的話如果你假設不知道怎麼去使用這INSTR的 函數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喔 推薦你各位 你可以按 F1 喔 在你的鍵盤上方有一個F1按鈕 你可以按F1之後的話 它會跳一個函數的說明 這有點像是 VBA的電子 參考書啦 那當然你可以 坊間有相關的書籍 可以有點像這種函數字典 如果你不想買的話啦 其實這邊也有啦 但是它提供的訊息喔 比較 就是有一個字式的方式啦 所以這個當然喔 可以參考 比如包含就是說INSTR REVERSE裡面 可以傳遞兩個參數 一個STREAM 1 指的是說你要去哪 你找的字串在哪裡 你要找什麼字串 有沒有這邊有訊息 然後當然還有其他的參數 OK喔 至於要傳什麼底下有一些相關說明 好那我們再來就是刮戶 比如說我要找 找什麼呢 找 這個 第一個要跟他講說 你要去哪邊找 比如說我今天以這個儲存格來看的話 那我要去這個儲存格 那剛剛我有 提到就是說儲存格指定的位置 除了可以用Range之外 我們可以用Sales 假設啦 我就是用Sales 那比如說我指到這個 這個儲存格的位置是第三列的A欄 所以我可以怎麼寫 第三列 豆點 A欄 好 那找什麼豆點 我要找青瓜糊 情況一樣喔 就是 給他一個什麼 前後雙引號 這個時候呢 他找到之後呢 會跟你講說 第三 所以A裡面就會得到三的結果 那B的話 再來喔 把這個複製 這一串 複製一下 然後這邊改成B 這邊改成 後瓜糊 後瓜糊 那這樣這個B裡面得到的結果 應該就會得到什麼 應該得到9 這個位置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先把這裡面的資料清楚 好清楚 如果說我想要得到第三屆冠軍 放在這裡的話 那我要怎麼放 很簡單喔 第一個 我要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那個儲存格 第幾個儲存格 一樣 儲存格位置跟他講 第三列的B 裡面的話呢 等於 那我 特別注意喔 在那個VBA裡面呢 一樣用MID 所以你打個MID 是切割字串 那他一樣會跳出三個問題 三個參數給他 第一個參數是 你要從哪個文字去切割資料啊 我要從這一個 正是A A3 所以其實你可以從 這個儲存格位置 乾脆直接複製過來好了 你可以Ctrl-C Ctrl-V 我習慣是拖拉加Ctrl-G 幫我從前面這個儲存格裡面喔 OK 逗點 他會問你第二個問題 那你要從哪一個字方儀取資料啊 那我要從什麼 從前刮鬍的位置 這下一個 那是什麼 剛剛不是有這個嗎 A嘛 所以你可以 A怎麼樣 加E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逗點 Lex 這個是指的是幾個字啦 OK 幾個字 那前面我們那個公式蠻像的 後刮鬍的位置 那其實因為我這邊有個B嘛 減掉什麼呢 減掉 前刮鬍的位置 另外的話呢 因為還會多一個字啦 所以最後什麼 減1 好 這樣的話呢 刮鬍一下 第一階段就完成了 我們來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喔 執行 你會發現喔 這個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到喔 我就可以怎麼樣 把第三屆冠軍的結果 輸出到這裡 OK 那你想說老師那不是跟剛剛一樣嗎 其實看起來一樣 最大的不一樣在哪裡喔 這個時候請你把游標放在第三屆冠軍上面 你會發現喔 他最大的不一樣是什麼啦 上面的資料編輯列裡面 他裡面是什麼 就是最後的結果 那剛剛是什麼 剛剛就一連串的公式 OK 所以這是兩者的差異啦 你說哪個簡單呢 剛剛那個應該是 會比較直 因為如果你會寫公式 就可以把它變VBA 但是這個的話 難度就會比較高一些些 所以請各位 先試試看吧 第一階段 輸出第三屆冠軍這個 OK 那做完一個之後一樣喔 我一樣會套用什麼 套用回圈 那就可以把最後結果 一樣可以把它輸出 但是輸出的結果 就不是輸出公式 而是 在VBA裡面做完 把結果丟出去就好了 那這個好處就是喔 他可以大量節省 輸出的資料量喔 因為公式很長一串喔 你會發現喔 現在還資料還蠻少的 像之前有學員是 他的工作裡面是幾百萬筆資料 那一輸出之後都是公式 所以他 他跟我講說 老師我檔案好大好大喔 為什麼 因為都公式嘛 那存檔了之後呢 都會存很多資料 那怎麼辦呢 我說你就要改寫啦 改成這樣子 就是說 不是輸出公式 是輸出最後的結果 因為空的就空的 他也不會存任何資料嘛 OK那請各位呢 先試試看喔 把剛剛的那個 輸出公式的方式喔 把它改成輸出最後的結果 我畫面還給各位一下喔